那么其实我们知道上一场 我倒觉得整场比赛 最可怕的一个点在哪 在于前期韩信 其实是单人入侵 没错 他入侵那个蓝buff没有队友帮 甚至说东皇太一前期 都没有帮着入侵 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们说呢 我倒觉得 既然知道东皇太一 一定会守几方的蓝buff 那么干脆就蹲一波蓝buff 其实上一场是最好的一个选择 但是没有能够拿到 那么下一场对于GK来说 最好的一个选择是 把东皇太一扳掉 因为我们上一波看到 韩信入侵成功 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 韩信入侵成功的根本原因 不在于韩信的强大 在于东皇太一 他哪怕不入侵 他都有威胁 是 无形当中那种威慑 对 而且GK在第一场这个红把 看一下双方的BO3第二场比赛 是的 GK是蓝色方 先搬先选 那么最好是把东皇太一给搬了 是 对 我觉得不要给对方 前期那么好的一个阵法 而且在交换buff方面 其实GK也没有做得非常到位 没有去选择去反对面那个野怪 不敢 主要是东皇太一赛 但你不反的话你就要守 GK这边是绊掉了阿科 我倒是觉得反正不管怎么样 因为GK其实在中期我们看到 马可波罗跟不抽起来之后 打的还是蛮好的 所以干脆前期稳住 我跟你拼中后期 我有射手为了这个 LOR在我不虚拟 YDG一选是绊掉了一个杨简 杨简现在来说的话 他的优先性其实很奇怪 因为在有些战队来说 他的优先性并不是很高 个别队伍有些队伍 一二选就拿 是 现在某些队伍的话 他优先性特别的高 是 然而这英雄确实现在 不属于上单位最强的点 曾经是最强 主要还是因为 他的技能需要一定的命中力 是 而且因为曹操跟老夫子 包括花木兰是三个英雄的崛起 是 我们看双方的六个班位 已经都已经半掉了 阿科 东王太一 花木兰 GK我觉得可以 关键是这一手 我还真觉得是 关于 没错就是说这个 对 就是说这个 你得拿一手 路西法拿的关于之后 真的是如如无人之境 不过一手拿关于的话 哎 路西法已经下去了 然后看啊 倒是 关于这样的 YTG的上单 其实能选的不太多 露娜 既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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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西法已经是 在场间休息去了 那其实这个关于 我觉得 可以适当地放 可以放 对 因为你想 YTG这边最上场 关于的就是路西法 不过迷神的关于也挺强的 对啊 哇 李白 李白加张飞 而且在一二选拿掉 李白就是让他打关于的 主要是现在上单位 全部都没有了 没错 也不能全没有 肉上单还是都在的 就是输出型的上单都不在 对对对 像花木兰强势的嘛 强势的上单 我上单不在了 T1上单不在 那么这样的话 其实上单位比较剩的 一个强势点是露娜 我迷神有没有人 但是乌西法下去了 哪吒也可以尝试一下 哪吒要看对面 我觉得哪吒的话 看下对面阵容拿什么 我现在吕布的话 也是慢慢地跻身于 这个上单的热门当中了 也主要是因为 很多战队都喜欢把这些 一流的一个上单位给绊掉 不过关于是不太怕吕布的 对 你的马都被我抢了 对吧 我不干别的 我就劈完一刀线 我就走 你也拿我没办法 吕布是留不了关于 是 哪怕你开大 逼急了我进化走 是吧 这边GK的2-3选 射手位也在 射手位现在马可布罗也在 我觉得抢抢诸葛亮不错 诸葛 达摩 打野位置 达摩这个点的话 也不能放在对面 但是GK这边 其实达摩这个点 可以稍微缓一缓 你想对面的话 YTG这边已经是有个辅助位和一个打野位都站了 你达摩如果说给到YTG的话 他没地方去 万一他还上单吗 对啊 最近上单达摩也不少 是吧 对啊 我这个不好把握 所以先拿掉其实也没坏处 不过我倒觉得马可波罗这时候很明智 对 对 对 2的一个马可波罗是挺稳的 上把的话 这个马可波罗确实 40%的伤害 40%的伤害也很恐怖 是 敌人杰 哎 这个我喜欢 你喜欢的 对我喜欢 我觉得他这个发型今天跟你有点像 啊 真的有点像 跟我有点像 真的从侧面看一毛一样 是吧 那组绿毛你没有 好 我认 是你认 下次我专门跟他搞一个一样的发型 是 我今天看一下 那么这样的话其实 有没有可能YTG再来一个大野里原方 然后敌大人与原方的组合 那我觉得可能有点难受 因为已经有一个李白了 这边吕布拿出来 确实是刚刚说到了吕布这个英雄 在上单位置的话 现在有一点点的优势在 就是因为他有回血有护盾 还有一定的真实伤害能力 他打这种硬钢型的上单他都不虚 对 但是也刚才讲到了 确实是 关羽的话 不太怕吕布 没错 敌人杰 把吕布 我可以 这么讲 就是说如果你被他跑起来 对 你就会发现你限制不住他 因为敌人杰的减速 不足以打断关羽的被动 没错 但是如果在他跑起来之前 敌人杰就粘到他了 关羽可能就再也跑不起来 我拿buff 就不给你 今天的粉丝啊观众 小姐姐都很漂亮 是 当然听过一句话嘛 就是说王者荣耀 王者峡谷里最暖的一句话是什么 知道吗 过来拿蓝 对 王主张里最凶残的一句话是什么 我拿buff 最好听的一句话是 稳住我们能赢好吗 对 那个也是最烦的一句话 真的 看一下貂蝉 貂蝉拿出来了 以选代斑 最后一手拿了一个牛魔 这个阵容 为拍敌人节而生啊 这样一个阵容其实讲道理 GK这个阵容有点强 这阵容有种看电影的感觉 就是五个反派针对敌大人 是 这个阵容的话 一旦是控制练街上的话 其实YD就非常的拿到一手王昭君 哇 这就是什么 告诉关羽英雄难过美人关 王昭君这个英雄 在现在的这个排位赛道中 很多人都喜欢使用 但是 你不觉得 其实GK能断王昭君的人有点多吗 非常多 关羽的每个技能 对 关羽的每个技能 包括被动技能 对 牛魔的二技能大招 对 达魔的一技能大招 这个 所以就有点难受 不过我们看一下双方的一个 这种选择吧 已经敲定完毕了 GK拿到的是一个关羽 貂蝉 牛魔 达魔 以及马可波罗 YDG张飞王昭君 敌人杰 李白吕布 这个阵容念的是真别扭 是 真的 没错 不过我还蛮想看敌人杰这场的表现 因为敌人杰还是在IMP手里 蛮好看的 这个英雄其实他是不怕貂蝉的 想说他不怕貂蝉 然后 达魔其实也不太怕 如果是单挑的话 你晕到我我二技能一起也要封证你 这一场比赛 我觉得GK这边的关羽是个关键 因为你要想对面的一个 李白 包括敌人杰 包括张飞 这些点的话 其实对于打断 关羽这个跑 这个冲锋状态还是非常容易的 是 所以一旦是跑不起来的话 这个英雄等于费一半 没错 如果敌人杰这场凶狠点 抽个冰狠之卧 那更爆炸 每个技能出来的每一张牌都 都带冰狠效果 关羽如何从敌人杰的一技能中 穿过撞到敌人杰 这是一个试剂命题 万牌当中找那么一点缝隙 对 黑客帝国 对 狗子弹嘛 很难嘛 有点难 而且我觉得人就算了 妈又那么灵活的 不过 说实话 迷神的一个关羽 我一直都觉得对线 正常水平 是 打团很强 没错 那么这一手 其实如果他 但是其实我觉得 事情都是相对的 九天刚才讲了 其实YTG的阵容很克制是关羽 对 但是这关羽你仔细看 他也很克YTG 首先是脆皮很多 对面脆皮很多 敌人杰吃不住一刀吧 真的 王昭君吃不消关羽吧 我每个技能都断你 你还吃不消我伤害 对 有一点 然后李白虽然是 李白还好一点 李白还有一个无法选定 有可能你一刀劈空了 李白还蛮克关羽的 对 不过你如果真吃关羽一刀 李白也吃不消 对 硬吃的话真吃不消 一刀大概能削一半吧 对 然后吕布是追不上关羽 这个阵容是双方互克 好 我们看一下双方的第二场对决 是的 蓝色方GK 红色方YTG 我是今天的解说九天 我是丽娇 看一下双方的一个一级情况 这边的话 因为有李白这个点的话 其实可能会出一个栏开 没错 这边关羽的话 应该去对面的一个兵线 或者是野区这边劈一刀 骚扰骚扰 是的 看一下双方的动向 还有关羽 不过敌大人的话 一技能是有一个 推后一小步的 这样的一个技效果在 是 加上他的牌 其实一技也不太怕关羽 怕关羽的话 我一技就有减速 那这样的话 双方也是没有去对面的野区 进行搞事情 这红Buff直接给应 这场是要保敌人杰 是 那这样的话 打野升级速度会稍微慢一点点 是真的 这一手就是我觉得 YTG在试敌人杰的体系 是 王昭君的话 其实是用来保敌人杰的 我感觉 就是这一手 肯定也是让敌人杰这一手拿到红之后 能够更好的限制上单的一个关羽 没错 陶哥好朋友 让我们看上敌大人 不错 下路的话是 不过吕布对倒马可波罗 其实是有点难受的 对对对对 而且马可波罗正要带了一个红Buff 这个压不住 有点压不住 是 昨天这个干箭墨爷 你是看爽了吧 干箭墨爷 我看得有点累 是吧 那个箭一个一个丢了 有的时候 强迫扔在那里看的话就很难受 对 我说墨爷才累了 一天被扔出去多少次 是 下路吕布这里不压力的难受 夏天 夏天这场没有打野 一个洞洞了两个人 李白这里不太够 不大够啊 李白是没有大招的 关于一脚踏过来 不过黎仁杰这个位置 这个牌 哇 扔了七八张牌 一张都没中 这个人品 这个人品无敌啊 硬盘 对 可以 就是缝隙当中找那么点空气 哇论这敌大人 对四个人甩了七八张牌 一张都不中的几率是多少 对 有点难受 这有点难受 不过刚刚这波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GK这边反应挺不坏的 是 王昭君的一个洞 说第一波洞 第二波如果说牛魔闪现稍慢一点 没错 一旦被洞就死定了 刚才如果李白或者王昭君有个大招 毁天没地 我刚才如果硬盘那下过来 第一技能砸到流到人了 还兴许真能留下一两个 是 他的一技能是有减速效果 丢到的话 就那张蓝色的牌 其实前期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辅助的一个动向 因为最关键的就是这两个点 辅助和打野 其他的一般都是在位置上面 进行个发育 没错 那李白也是到达了一个四级 是 双方的射手都在出了攻速打野刀 对于野区这个资源其实药台挺多的 没错 这样的话对于李白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消息 但是一定是马可波罗 一定是马可波罗这边刷得要舒服一点 对 因为达摩是不升打野刀的这场不出问题 是 但是李白这边是必须要升打野刀的 这些英雄不升打野刀他很难受 而且因为他本来就脆 他不升打野刀他更脆 他需要这个让对面减速来去普攻 刷大招 不过敌人杰本身被动也加攻速移速 当时也还好 现在的话迷神就有点难受了 敌人杰身上带了一个红buff之后 怎么你都减速 真的是只要冲锋状态你自己劈掉了 后面想再跑起来就会 没错但是关羽职员速度快得很 这是飙到中路敌人杰还来不及跑 老军这里的话 应该是上 可以直接是打下了 这个没有办法 你看关羽这个速度领先太多了 毕竟我是有车一组 对吧 骑队宝马来了 是 他这开着宝马就来了 是的 看一下 现在的话GK因为达到了四级 所以前提柜稍微凶一点 没错 全员都到四 尤其是辅助为止 上路 还在压 这敌人杰真的凶 但是现在的话 GK因为有等级优势嘛 所以要搞点事情 但是对面的防守阵容也挺不错的 没错 尤其张飞这个点一直在草丛这边 当眼睛来看 是 因为敌人杰的话 这个不为一射手 还是有点容易被撞 李白这里应该是有大招了 并没有选择刷一下 很果断 这个大招有点痛 因为单体 没有人分摊 这个要有英雄分摊 伤害才会降低 而且前期大招有二技能减护甲 和没二技能减护甲 是差不多伤害的 因为本身的基础护甲就不高 没错 但是后期的话 有没有就很大差别 这红八博又给到敌人杰 这个皮肤是 这个皮肤其实也是敌人杰之前的一个非常炫过的皮肤 出了很早 这个皮肤历史很悠久 大概有五个赛季了吧 是 五到六个赛季 应该是第二个赛季出现的 现在的话敌人杰发育的还算不错 目前来说的话和马可波罗差不多 没错 而且稍微好一点点 双方的第一件装备都是要选择做到一个末世 是 然后这张飞不停地在上路徘徊 是保敌人杰 但是这样的话他二十凶就很难受了 关于这里不太吃得消 这么个打法 吕布现在在奔着不祥征兆去做 是 这件装备的话 吕布一旦做出来之后呢 他有血量 而且有护甲 看看这边 吕布团阵打起来了 打招拍下来 但是敌人杰闪现躲过 哎呦 这边迷神很难受啊 一直被打断 虽然说大招撞出来 但是跑不起来 看这边于青 又大招砸下去没法闪啊 貂蝉是无论如何断不了王昭君大招的 是 这就很难受 而且王昭君一旦是放大招 你要不就走开我的距离 要不你在大招里面就很难受 去啊 刚才貂蝉应该是被敌人直接丢中牌了 下路这边的话也是FYR和这个达摩 杀掉了对面的一个叶了 换掉对方的一个里布 地塔里布 嗯 不过双方等于一个 小YTG多赚一个人头 倒是还好 主要是这把里白的发育其实 虽然说不是特别好 但是整个作用完全打出来了 没错 他几波大招包括限制 关羽的一个冲锋状态 非常有力 但是你看敌人杰这边已经两个人头了 漠视做出来了 对 现在就会 有点像YTG一边倾斜 倒是 L2但是差不多 差一点点 差个几百块 马上也要默逊 这局的关键就在于 关羽这个点 能不能在团圈当中打出一点作用 是 如果还像刚刚那一波一样的话 其实GK后面的团战会非常难打 没错 这个领先了四百块的经济 双方射手位差距四百块经济 但是没什么大趣 嗯 主要是上单位置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这边的话 关羽和吕富的一个经济 相差无奇 是 但是你要说打团作用的话 其实吕富在后面的话 一个大招 包括他的一个真实障害 对团战的贡献会更大一点 没错 其实刚才GK是先手 本来属于被反打 GK8体直接被秒 敌人接近英雄 伤害其实起高 关羽这波照不出 直接带走两人 看一下这边天后城继续飘 是 吕富来了 打招坐下 这说的 吕富追不上关羽 这个没有办法 是 跑马的汉子 你没马来追 那没办法 而且也没有套马杆 这也是我们刚才讲到的一个点 虽然说吕富 就是说关羽这边被限制的比较厉害 但是如果我就打民工 打民工联机对吧 我觉得大招一起能消你 燕洁一下你都吃不消我 是 除非你手速真的那么快 直接大招把我打断 关羽一定要跑起来 关羽跑不起来的话 真的在团队中作用几乎位置 看下这个位置 看下这波团战 这个关羽的入场位置 非常好 这个大排得也漂亮 是 几乎三人 没错 然后王朝军的大招 稍微的 你说的没血量去示范 这一波 迷神的一个亮点操作 我觉得在哪儿 它是从草丛里来的 草丛里开了一个打 直接撞到 就是这个过程当中 他基本上对面都看不到他在哪儿 没有什么视野 所以他撞出来的话 包括 IMP这边 大招也没有来得及给 包括各种技能 如果说刚才敌人杰大招给得快 他把关羽都被动打断 而且最关键的是 他刚刚一个大招是撞到了 对面两个脆皮 是 全是后排 很痛 这样的话 让瞬间对面的一个输出 减少太多了 没错 LY2这个装备出的有点 有意思 没错 要出到一个无定 但是 大招刷过去 张芬一个大招吼出来 Yellow倒了 貂蟬这里的话大招范围内飘 IMP这里伤害有点高的 一个金牌定上去的话 我们看到双抗减得会非常厉害 根本吃不下他的伤害 是的 也是 这个英雄也是有点难受 为什么呢 如果说貂蟬在团队中飘的话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中了金牌之后 减了双抗 然后王昭军的一个大招 你几乎是不想走出去 而且我站着跟你打 对 我原在于 这场LY2这里是 本来想做春心仓球 做到一半买两个小护甲 这是要干嘛 这是要做 先做冰盒之握 那是不太可能吧 先做冰盒的话 对面也没有关羽 但是没伤害 是的 看这边的话 这个主宰打得有点快 关羽直接切后 这波撞得还不错 谁拿到 贺残 直接抢到了 但是迷神这边的话走不掉 貂蟬还在飘 是的 冰冻二级的并没有动到 敌人节的后面输出非常高 吕布原地跳大 没有跳到人 是 不过敌人节的位置不错 王昭军被于青收掉 是的 这波的话血亏 是亏有点狠 是血亏 就是不仅是死亡了 这个也就一换一 然后主宰是丢掉了 这是最关键的 关键是主宰 人头竟然好 这就是说真的不能乱开主宰 是 威胁太大 主宰毁医生 没错 但是现在的话我们看到 敌人节虽然说伤害很高 但是如果说面对到一个关羽的话 确实也会比较难受 无尽做出来 嗯 杀害会非常高 哎 保密能力差一点 二娃儿这里先做了 凝神之卧 是的 这个伤害呀很痛啊 一个金牌虽然是丢到了 但是 股心不敢上 没错 二娃儿这里主要是他怕李白 有个李白在的话他实在没法输出 是的 现在的话做到一个兵分之卧 相对而言的话 能够提高一点自己的生存能力 经济好 提前一朗 反超 打前能力也很快 李白现在也就只能够刷 对面的后排能刷得动 是 主要是现在李白的一个破甲装备 做到一个暗影战斧 暗影战斧越到后期越吃力 又是一缩 余青这里 还好就没有大招刷出来 硬普说你真的是欺负我腿短 对 然后L1说我就是欺负你腿短 你怎么办呢 敌人杰他强势在于哪 他在于他是无位移的英雄 唯一一个可以带这个闪现 而他自己又有一个进化的 没错 他不用去纠结我带闪现还是带进化 但是你没位移就是没位移 这个没办法 被这种扫到的话躲不了 但是这个英雄 敌人杰如果说一旦被晋升的话 他的伤害非常高 他这个烟花可以打到很多张牌 他是一个放风症能力极强的射手 而且伤害非常高 因为他是混合伤害 什么叫混合伤害 就是他的输出 有物理的也有魔法 有红字也有蓝字 对 这个很厉害 他有默示 就是没白字 对 有默示的话就是三个字一起跳 对 三字起跳 有白字就下来了 看一下 妖产在大招范围内直去飘 达摩大招还在手上没有用掉 这边的话一锤锤了 王将军大招直接放出来 关羽进场打三个 关羽这边还算不错 再来一刀 但是李白这个圈子摆在这里要 马可波罗正开大 有这波伤害是不错的 直接带走了一个 但是吕布现在伤害也很高 是 迷神还想来 这一刀能够批到吕布 我觉得他批的话就直接交代了 还是夏天 你还是不要为了一个塔 牺牲到自己 是的 我觉得就算这刀能够批掉的话 其实自己也很难走掉 其实刚才本身 迷神那一波就要收割了 你知道吗 转身再来一刀 我觉得那位就能批三个 但是 结束地上这个圈子 很烦 把他划蒙了 人的圈子摆在那里 你怎么办嘛 路障 你不走的话也不行 是 这就是安定打辅助练出来的意识 那这里的话关羽 一刀 脚踏上去 两段躲一个 这里其实有点危险 如果说让李白刷出了一个大招之后 其实关羽也吃不住 对 然后这边迷神 没有办法 杀不死这个安定 阁下好伸手 其实有点冒险 也是知道了之后赶紧撤退 安定这个刺客打得可以 真的就是说 我打了一个赛季辅助了 让我过来秀一把 可以 你这个不错 是吧 憋得慌 而且他这个李白打出了一种辅助的感觉有没有 2-0-7 可以 跟张飞的助攻有的一拼 是 国服第一辅助李白 对 辅助打伤害 然后队友去收割人头 没错 主要负责减速 他下一件装备出道的是一个冰痕之我 也是为了继续针对一下关羽 没错 有的时候我们出装不能够说一成不变 是 根据对面的这种进行一个调整 所以说大家可以如果下次见到关羽 拿一个这个装周 是吧 出个兵拳 然后出个兵杖 然后再出个兵戒 有必要这么针对吗 是吧 关羽说什么丑 我见到你把你钉在地上 这边的话暴君也是被GK拿到 没错 关羽这个吕布一个大招跳一下 连接大招没有中 还是走不掉有点感觉 这个风路 张飞这个大招已经回前没地了 李白手上看有没有大招 第四下马上A出来差一点 张飞继续飘 敌人杰一缩差点扫死 李白还在打 马可波罗这一缩子弹太痛了 而且关羽的入场实际非常好 是 L1R这一波团战真的厉害 李白两段进场直接被扫成四血 是 主要李白刚刚一波团战当中没有刷出大招来 这是很关键 是 这样的话 YDG高地堪忧 是的 三个人都在 而且 我真的守不了 这高地 四个人一个李白怎么守 李白这里话很危险 要被抓到影子这里直接带走了 那么这的话我们看一下 还有最快九秒钟有可能一波 一波肯定一波了 好的 恭喜 GK搬回局 是的 那么 接下来的问题来了 YTG换人佛